埋伏在四周的警方突然一起向前衝 嫌犯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正想上车逃跑时 就被一勇而上的远警给拖下车 反应男不敌优势警力 直接被压制在地只好乖乖就范 警方立刻针对他的车辆进行搜索赫然发现 车内不只藏有安非他命 还有一把钢珠枪及子弹 远警立刻将正名前犯扭送警局 不过会大动作围捕男子 其实是为了这件事 民宅门窗上满满都是大红色的油漆 就连薄油路上也都鲜红一片 除此之外住宅的玻璃也全被打碎裂成蜘蛛网状 甚至连门口的树也被波及歪歪斜斜的倒向一边 原来是32岁的郑姓祖贤与陈姓男子有金钱纠纷 一气之下找来了王姓和中姓友人帮忙 先是到被害人的店面杂点 十一号傍晚五点多又开车前往他位于桃源市的住处 颇洒红色油漆泄饭 之后便分头逃逸 不过嫌犯根本不知道 对方其实早就已经办理住处 警方获报立即展开追查 于五小时内分别在桃源及新竹将所有犯嫌查契到案 正希竹贤入网当时人逃到新竹竹北一带 车上也被查出有枪毒成了泼漆案的意外收获 居然杨州强林 谢谢欢迎长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